为什么你腌的萝卜没有饭店的好吃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看一遍就可以学会 首先将洗净的白萝卜去头去尾 一切两半 斜刀切成一元又密厚的薄片 加炒菜两倍的盐 用我的手手招拌均匀 腌制半个小时 杀出水分 记住千万不要用水清洗 把水分挤干 这样吃到过年都不会坏 加点姜片 蒜片 再来的青红椒配色 加两勺酱油 一勺醋 一勺白糖 再来的花椒粒 破烧一勺热油 用你性感的手抓拌均匀 继续腌制半个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试做吧 为什么你做的凉粉不是粉搭搭的 就是一刮就断 快点我头像进来 教你做尽到爽滑又好吃的凉粉 为什么饭店做的好友葱菜 放很长时间还是那么绿 这几步你一定要知道 晚上加一勺小苏打搅匀 化开小苏打 能很好的去做蔬菜上残留物 浸泡10分钟 这个时候你可以逼得人看看 里面确实有点脏 要想葱菜比例一步花黄 锅中加盐和油是关键 烫30秒就可以捞出百肉盘中 油热 蒜末小米大炒香 加一勺长姜水 一勺蚝油 一勺松抽 一勺老抽 一勺白糖体鲜 大火烧开 淋入一千水淀粉搅拌均匀 再把它淋在生菜上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葱菜清脆爽口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为什么饭店做的蚝油葱菜 放很长时间还是那么绿 这几步你一定要知道 晚上加一勺小苏打搅匀 化开小苏打 能很好的去做蔬菜上残留物 浸泡10分钟 这个时候你可以逼点人看看 里面确实有点脏 要想生菜 贝利一步花黄 锅中加盐和油是关键 烫30秒就可以捞出百肉盘中 油热 蒜末小米大炒香 加一勺长姜水 一勺蚝油 一勺松抽 一勺老抽 一勺白糖体鲜 大火烧开 淋入一千水淀粉搅拌均匀 再把它淋在生菜上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生菜清脆爽口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哦 马上到女神节了 女神们一定要多吃紫甘蓝 像我这样做 清脆爽口 营养丰富 还非常解腻 吃多了也不长肉 首先将洗净的紫甘蓝贴丝 放入碗中 加适量盐 腌制五分钟 杀出水分 这样才是爽脆的关键 然后用清水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记住啊 做凉拌菜 一定要挤干水分 这样才会更加的入味 加红椒丝 蒜末 香菜 18粒花生米 再加盐 鸡精 白糖 生抽 陈醋 最后淋上少许麻油 应我性感的小手 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做吧 我告诉你哦 马上到女神节了 女神们一定要多吃紫甘蓝 像我这样做 清脆爽口 营养丰富 还非常解腻 吃多了也不长肉 首先将洗净的紫甘蓝贴丝 放入碗中 加适量盐 腌制五分钟 杀出水分 这样才是爽脆的关键 然后用清水 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记住啊 做凉拌菜 一定要挤干水分 这样才会更加的入味 加红椒丝 蒜末 香菜 18粒花生米 再加盐鸡精 白糖 生抽 陈醋 最后淋上少许麻油 应我性感的小手 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做吧 你们知道北瓜是什么瓜吗 南瓜真的挺神奇的 单独吃并没有那么好吃 但是用来做甜品 味道是真的好 中间可以包上自己喜欢的馅 但是不要包太多哦 要不然就很容易像我这样子 烤着烤着就漏了 来 第一个给你们吃 芝士的咸香 搭配着南瓜的香脸软糯 还是会拉丝的那种 快 做人爱的人吃吧 如果你喜欢吃回锅肉 就试试我这个方法 不需要有厨艺 就能做的好吃 首先五花肉 加葱姜料酒 搓水捞出 再切成厚厚的薄片 油热下午发肉 煸炒出多余油脂 下姜片蒜片 一勺脾鲜豆瓣酱 18粒豆豉 炒出红油 放入蒜苗 青红椒 加蚝油 生抽 胡椒粉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你要是学费了 就是你的拿手菜 赶紧试试吧 在家也能做出 比饭店还好吃的麻婆豆腐 水开倒入豆腐 加盐煮两分钟 捞出备芋 两毛咸肉末炒去变色 倒入葱姜蒜 好吃的重点是放一袋 调制好的麻婆豆腐酱 其他盐酱油都不放 倒入开水 加豆腐煮两分钟 最后水淀粉勾芡 加上葱花即可 今晚的米饭又要刀移了 我是真没想到芒果和糯米饭居然这么大 糯米记得提前泡上一碗 控干水分 放入蒸容里 蒸出来的糯米才又香又糯 新鲜的芒果去和切片 再来多个椰浆 椰汁加入淀粉 白糖 一点点盐 开中小火慢慢的搅拌 直到它变得浓稠丝滑 剩下的芒果煸炒料也不要浪费 倒入满杯的冰块 椰汁还有咖啡 一杯芒果深夜拿铁就做好了 刚刚蒸好的糯米 加入香浓丝滑的椰浆 不要太多三勺左右 把拌好的糯米倒扣在盘子上 摆上芒果 再淋上点椰浆 满满的泰式风味 软糯的米饭 带上椰子的清香 还有芒果的香甜 夏天没胃口的 可一定要试试这个 快做给压的人吃吧 来试试看我的豆腐好吃吗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日式烧豆腐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海苔剪成有豆腐一样的宽度 然后卷起来切开 再有豆腐的两面裹上淀粉 来调个照烧汁 配方都在屏幕上了 记得要做好笔记 把豆腐煎成这样子的焦黄 最好还带着点酥脆 淋上照烧汁 撒上芝麻 还有葱花 吃过一次 你就绝对忘不了 快速给男人们吃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想吃干丝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出来口感滑嫩 越吃越想吃 做凉拌干丝 你一定要注意几个细节 在焯水的时候加少许食用碱 这样烫出来的干丝 口感吃上去才会够加的滑嫩好吃 烫个20秒捞出 硬200开过凉 重点来了 做凉拌菜一定要挤干水分 这样才会更加的入味 加蒜末 香菜段 盐鸡精 松抽 陈醋 香油 15粒花生米 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凉拌干丝 好吃不腻 吃多了也不长肉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想吃干丝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出来口感滑嫩 越吃越想吃 做凉拌干丝 你一定要注意几个细节 在焯水的时候 加少许食用碱 这样烫出来的干丝 口感吃上去 才会够加的滑嫩好吃 烫个20秒捞出 硬200开过凉 重点来了 做凉拌菜 一定要挤干水分 这样才会更加的入味 加蒜末 香菜段 盐鸡精 松抽 陈醋 香油 15粒花生米 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凉拌干丝 好吃不腻 吃多了也不长肉 试不吃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做吧 这是非常好的早餐 对味特别好 香葱鸡蛋饼 嗯 这葱好香 好香 好好吃 免费教学 对 我们屋的香菇免费香 好好香味出来的 哎呀 这个葱太香了 爱吃的菜要吃到腻 给你薄虾的人 要一直在一起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 一定要学的酸甜柠檬虾 没有男朋友 可能是因为你不爱吃虾咯 把柠檬切块 锅里一层薄油 下大虾来烧盐 白糖可以多放一点 除了可以提鲜 还可以让姜汁变得更浓稠 继续翻炒 包裹在虾上就可以了 酸甜可口 超解馋 快做给恋爱的人吃吧